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ry是两个点的高音锡 第一个就是一个点的高音锡 发 这里面出现的两个发都是要生发 就是用到了黑键 左手的谱 第一个音符它是比较低的 三个点的低音锡 三个点低音锡 然后呢 发两个点的低音发 两个点的低音锡 洗发锡 然后一个点的ry 一个点的低音锡 然后再回到两个点低音锡 一个点的低音锡 两个点的低音锡和低音啦 洗re 洗发锡 洗re 洗re 锡啦 这是前两排 后面呢 米锡 米锡 米锡呢还是两个低音点 米锡 后面都是一个低音点的 米锡 米锡 再往后还是两个点的低音锡 然后一个点的低音锡 低音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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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点这个锡呢 还是两个点低音锡 后面是低音米锡 然后到了中音的 米锡 最后呢是高音锡 高音米 这就是最后的四个音符 我们按照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左手的这个旋律走的 但其实它是要用右手弹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说的这个低音 两个点的和三个点的 这个怎么走 我们首先说 你的钢琴的这个品牌 对应的正对的这一组呢 是中央的一组 也就是中音的对应的 我们这个谱里边呢就是 没有高音点没有低音点的 中音的部分 从从这里到这里 导软米法锡 我们说的中央C呢就是指的这个 中央一组的C 然后这个C的左边一组 这就是一个低音点 然后再往左一组 两个低音点 所以再往这边呢就是三个低音点 刚刚那个C呢 三个低音点的C 就用这个键 大家看我屏幕的最左边 同样道理 一个点的高音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到C 这个C 右边的这一组 一个点 高音道 高音锤 高音密 就是都是一个点 再往后 两个点 大家看的屏幕最右边 应该是这个音 这是两个点的高音 这两个小节呢整体来说不是很难 只不过是左手的音符比较多 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主旋律第二段的刚开始那样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指法 先说右手 C R F L 我这个手呢就是这样安排的 中指按C 小指按R 然后十指找这个声发 然后无名指 L M So R 那就是大拇指 中指 大拇指 这是右手 跟它对应的左手呢 是 这个小拇指按C 然后呢 十指按发 大拇指按 两个点的C 大拇指 凡是这种 就是一个八度中间加一个音符的 基本上都是用十指来找中间的那个音 十指来找这个音 到这以后呢 跨一下 R R 用十指跨过来 然后后面呢 C R 用无名指按C 大拇指按R 然后十指C 中指 L 也就是说这个 连续的八个十六分音符 这个左手啊 就是两拍 就是这样倒的 好像我们上一次节目 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倒手 就是这样倒的 这是前面两拍 然后后面两拍 米西米骚 米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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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型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的 前面是一个八度的米 两个点米 一个点米 米 米 然后中间呢 中间是C 我们用十指来找 米 西 米 然后骚 十指跨过来 骚 然后无名指按一下 米 大拇指按骚 十指 中指 手型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看 这个手型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呢 就是第一小节的 这个左手 前两拍 后两拍 手型完全一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音符 它的对应的关系 那我们就看谱好了 第一个C 它是一个负点的八分音符 然后呢 加一个十六分音符的R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它的这个手尾 分别对应齐了 就是第一个音符 左手的第一个音符 和右手第一个音符 对齐 同时弹下 然后呢 左手按着不动 而不是 右手按着不动 左手呢 接着再按发C 再来按两个音符 然后按到第四个音符 左手的第四个音符 Rey的时候呢 和右手的这个音符呢 第二个音符 同时弹下 这个Rey是对齐的 这种 然后呢 这个是2对4 那就是 右手按一下 左手按两下 右手按一下 左手按两下 右手按的时候呢 跟左手同时弹下 那分别对应 左手的第一 第三个音符 下面一拍 米骚 前面的米骚呢 是两个 把两个十六分音符 和 左手的前两个十六分音符呢 是分别对齐的 左手 右手同时弹 两个音符 然后右手按第三个音符 Rey的同时呢 左手按下第三个音符 米 按下之后呢 右手是保持按着不动的 左手继续把后面的音符弹完 这就是它的对应的关系 我们接着来看最后 后面的一小节 右手 C Re C Re Mi Fa La 米 我们的手指是 我们的手指是大拇指按C 十指按Re 大拇指再回来C 然后呢 Re Mi 是分别用十指中指 Re 然后Fa 这个声Fa 用无名指来够 声Fa 这个La呀 用小指够La 这个时候呢 小指够这个La呀 因为这儿其实啊 相当于是一个阔指了 无名指对应Fa Fa 声Fa 无名指对应的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So 所以呢 小指相当于阔 大家要有意的把你的手 这个小拇指伸得开一点 往往这里呢 可能够不着 然后Mi 用中指回来 这是右手 左手 左手呢 So C Le So 啊 这个 大拇指和小指呢 分别按照这个跨八度的两个音符 然后中间的音符呢 我是用的中指了 然后我十字按锐 中指按锐 十字按锐 我是这样来的 嗯 我记得有一次节目呢 我给大家建议呢 就说你 可以练习这个无名指 因为我觉得这样有点别扭 但是我自己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就不改了哈 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手 至少手型看起来正常一些 So C Le So 你用无名指来按这个C 十字按这个R 这样会好一点 So C Le So 然后呢 Le So Le C 这手就不用动了 好 接下来 这个左手的后面两拍 啊 不是 这个 这一小节后面两拍 分别用左手和右手来弹的 嗯 第三拍 也就是这一小节的第三拍 Mi C Re Mi Mi C Re Mi 我就是这样来的 小指按Mi 十字按C 大拇指按Ri 然后呢 十字夸一下 Mi 我是这样来的 后面 So C Re Mi 呢 大拇指按C 大拇指按C 无名指按Ri 小指按Mi 啊 我是这样来的 好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对应关系 啊 这里边的第一拍呢 可能需要我们仔细的研究一下 C Re前面两个音符 占这一拍当中的前半拍 嗯 嗯 后面这个C呢 占后半拍 这是右手 那它对应的左手的部分呢 当然前半拍就是前两个 后半拍就是后两个 所以呢 后面这个C 跟这个 So C Re So 这四个音符当中的Re 是同时弹下的 C和Re是同时弹下的 弹下之后右手按着不动 左手再弹 So 这是我们先说的后半拍 复杂的呢 比较复杂的就是前半拍 前半拍呢 它还是一个负点音符 嗯 那这就需要看一下 到底哪个先按了哈 第一个音符肯定是同时按下的 So 两个点的低音骚 和这个右手的C 是同时按下的 同时按下之后呢 由于右手这个音符啊 它是个 负点的一个实质 所以呢 这个C的实质啊 要比这个两个点低音骚啊 稍微长一点 长多少呢 长它的50% 如果我们用数字来看一下 前半拍 当然是0.5了 那两个音符呢 各在0.25的时间 0.25 0.25 这个呢 是0.25加上0.25的一半 那就是0.375吧 从0时刻 两个点低音骚和C同时弹下 到了0.25时刻的时候呢 到了0.25时刻的时候呢 这个两个点的低音系 左手的已经出来了 可是呢 这个Ry是在0.375时刻才出 它们出完以后 整个到了0.5时刻的时候呢 后面的这个C 也就是后半拍 在同时弹 不知道我这样说呢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然后后面的呢 第二拍就比较简单了 分别都是4个16分音符 1对1 左右手同时弹下 然后到第三拍的时候 右手弹一个音符 咪 左手呢 弹4个16分音符 这个也简单 到后面呢 这个 右手 当右手需要弹这个扫西转 扫西转咪的时候呢 这个咪就可以放开了 但是 踏板是不动的 所以这个咪啊 还在延续 右手弹扫西转咪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对应 好我们下面再慢一点 再弹一遍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部分 当然在弹这个啊 我想到了两个问题啊 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弹这一句开始的时候 怎么和我们上一次节目的那个尾音啊 衔接 就是这个手啊 怎么放 怎么衔接 有什么技巧 还有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我发现我弹 弹的有一个音符啊 是不一样的 待会我们说 我们先说这个衔接啊 上一次节目呢 我们的尾音是re so la re so la re 右手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谱吧 右手so la re 到这 所以呢 小指按着re 这个时候呢 左手是没有动作的 所以在弹so la 这个功夫的时候 你的左手眼睛瞟一下 然后小指找到这个低音 三个点低音的C 啊 找好这个位置就好了 so la 这是弹扫拉时候眼神要瞟的地方 然后呢 弹完re 弹完re 这立刻 你的眼神要 找着 中指按照这个C 这样就连上了 好 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 我弹的音符不一样 在这个地方 我弹的音符呢 是不是re so re si 不是两个点低音C 我弹的是la re so re 两个点低音la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不同呢 我想可能是我之前看的谱 不太一样 要么呢 就是我之前翻译的谱的时候啊 翻错了 反正啊 现在是 大家可以看我刚刚弹的那个样子啊 是re la 这个呢给大家纠正一下 但是 我介绍这执法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的是 按照这个谱走的是C 这一点需要说明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